第1830集 罗啸天说着右手一挥 他身后马上进来了五六个黑衣人 这几个人全部都是外国民 不相干的人滚出去 罗啸天冷笑道 不然的话 我大开杀戒起来 自己都拦不住自己 本来那办公室里面还有秘书助理 以及几个部门经理 但是看到这种情况 几个人是面面相聚 然后很有默契的就走了出去 去看着他们 不要让他们报警 罗啸天挥了挥手 一个老外上前一步 跟着几个人走出去 两个傻逼 本来我正寻思着怎么找你们呢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们居然会送上门来 罗啸天冷笑一声 你们这样 让我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你们居然一点也不怕我 哼 就凭这几个黑暗生物 林勇笑了 罗啸天 你真的是越来越堕落了 哼 这几个黑暗生物 也想困住我们 简直是痴心妄想 哼哼哼 林勇 你真的以为你们林家 还是百年前的林家吗 罗啸天冷笑 林是一族血脉里有强大的神力 但是你们一代不如一代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觉得你有能力 应付我这几个黑暗使者吗 试试不就知道了 林玉笑了 把他们两个给抓起来 生死不论 罗啸天毫不在意地挥挥手 他身后的几个黑衣人 向林玉和林勇两个人扑了过去 两人的身形一晃迅速地分开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也静止了 罗啸天静静地看着两人出击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黑暗使者 被两人一拳一个给揍倒了 这整个过程只是持续了不到五分钟 两人就又回到了原地 他们两个就好像是动都没有动过一样 但是那几个黑衣人却倒在了地上 这些家伙本来就是来自黑暗世界 他们一旦被击倒 身体就会化成结灰 现在地上就只有他们的几件衣服 他们的身体早已经成灰了 这不可能你们的神力 到你们这一代是消失了的 你们怎么可能还有战斗的能力 罗啸天惊呆了 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他不敢相信这眼前的事实 谁对你们说 我们的神力到我们这一代就消失了呢 林玉冷笑了一声 罗啸天 你还有什么招数 现在都一并使出来吧 你们兄妹隐藏得好深啊 但是就凭你们两个还想对付我啊 你不知道我背后站着的人是谁吧 你背后站着的人是谁无所谓 反正已经有人去对付他了 林玉笑了笑 罗啸天 你想活命吗 傻逼 这样的话该我问你才对 罗啸天冷冷地说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叫人 罗啸天说着真拿出手机要叫人 但是他的手机刚一拿出来 林玉右手一挥 他的手机便掉落在地上 林勇一个闪神来到了罗啸天的跟前 然后一把掐住了罗啸天的脖子 松手 你给我松手 罗啸天感觉自己几乎要窒息了 他想反抗 但是神力出现的林勇 哪里是他现在能反抗得了的 林勇掐着他的脖子 一把将他给举了起来 林勇 你干什么 你先放了我 我们又还好说 罗啸天这才感觉到害怕了 他这才意识到 这兄妹两人强使归来 为的就是复仇 放了你 凭什么 林勇冷笑道 害得我们林家走到了这一步 你还敢让我们放了你 我要是放了你 我林家上上下下的血仇谁来报 不是我做的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 感觉到林勇的手越来越紧 这家伙终于害怕了 他死叫道 你们放了我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放了你可以 但是有几个条件 你必须得答应我 林勇笑了 现在不找这家伙的麻烦 更待何时呢 你说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情 我都能答应你 罗小天顶了顶身 现在他一点也不敢嘴硬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 这兄妹两个人已经不是普通人了 他们体内的那些血脉 已经是 剑刺的觉醒 现在麻烦了 虽说 身后有一个西方强者 在保着罗家 但是原水解不了尽客 更何况是听这兄妹两人的意思 似乎是有人找西蒙的麻烦了 那好 你配合着点 我们什么都好说 但如果你不配合 林勇咧嘴一笑 他阴气森森的说 我保证 能让你万劫不复 罗小天一个颤抖 他觉得 林勇绝对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如果自己真的不配合的话 那家伙真的有可能会让自己万劫不复 海边 别墅区 一间极大的林海别墅中 哼 你就是大明星啊 你就重点水平 看着邓子烟憋角的表演 西蒙表示不屑一顾 你到底想怎么样 邓子烟嘴唇哆嗦着 他实在是荣无可忍了 他也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不简单 他也知道罗家背后站着的就是这个女人 所以罗小天让自己来取悦这个女人 因为这个看起来贵族份十足的女人 心里似乎是有些小扭曲 有些小变态 反正是正常人接受不了的东西 他都能接受 而且还能看得津津有味的 大小姐脾气上来了 西蒙笑了 你别忘了 前几天你当众出的丑是什么丑 你也别忘了 你和罗小天的事情现在是遭到罗家极力反对的 想成为罗家的少奶奶 而罗小天想成为罗家的老大 都在我手绣里掌握着呢 那又怎么样 邓子烟皱着眉头 说真的 他有点忍受不了了 但是他又不得不忍着 因为这个女人握着他的命脉呢 不怎么样 但是我说什么 你就要听什么 否则的话 你可能会承受一些 你承受不起的东西 西蒙笑呵呵地说 凭什么 邓子烟怒道 他不是太了解这个女人的来历 他只知道罗小天 似乎对这个女人很忌惮 但是他大小姐的脾气 其实一天两天就能改变得了的 所以他的嚣张气焰 马上就显现了出来 就凭 我能掌控你的生死 西蒙右手向前一直啪的一声 他前方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 那玻璃杯被冻成了冰块 然后冰块碎裂而开 邓子烟呆住了 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 并不是普通人 他们有着通天彻底的能力 所以当西蒙露出这一手的时候 他马上不说话了 知道我是谁吗 西蒙很满意邓子烟的反应 他咯咯笑道 我是来自爱尔兰家族的强者 你知道什么是强者吗 我的天 你居然是爱尔兰家族的 邓子烟目瞪口呆 你是西蒙小姐吗 当然 你听说过我 西蒙有些意外地看着邓子烟 当然听说过 这个世界上的女性 恐怕没有几个 没有听说过西蒙小姐的吧 邓子烟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狂热的神色 您对于我们女性来说 就是一个传奇 你的世界激励着我们 你是我们所有女性的标杆 我们都以你为荣 邓子烟弄清楚 对方的身份以后 他马上换了一副表情 那样子 简直就要下跪跪舔了 你真会说话 有没有兴趣做我的奴仆 西蒙挑着邓子烟的下巴 可是有很多好处的 我愿意 我愿意做你的奴仆 邓子烟想都没想 她直接答应了西蒙 你是想做她的傀儡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谁 是谁 西蒙的脸色变了 听对方的声音 她就知道对方来这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只是对方隐藏得很好 所以她根本就发觉不了 她愤怒的同时 还有些心惊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以自己的实力 除非对方的实力 强过自己太多 否则的话 自己是不可能发现不了对方的 西蒙小姐 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吗 叶浩轩的声音传了过来 随着她的笑声传过来 只见一个人 缓缓地走到了西蒙的跟前 这是一个海景别墅 安保系统自然不用多说 再加上西蒙身边的黑暗生物 可以说是一只蚊子 也飞不进来的 但是叶浩轩仿佛像是 透明人似的从外面走进来 这就让西蒙感觉到不妙了 是你 看到了叶浩轩 西蒙的双眼发亮起来 她怎么可能不认识叶浩轩呢 她怎么会忘记 自己在华夏的时候 这家伙赐予自己的一切 没错 是我 看来西蒙小姐的进行 还是不错的 你竟然还记得我 我当然记得你 西蒙笑了 我怎么可能忘了你这个混蛋 在华夏的时候对我所做的一切 知道吗 叶 那是我第一次失败 凡事总该有第一次的 你是不是要感谢我一下 感谢我给予你这么多的挫折 我还真的要感谢你 西蒙咬牙切齿地说 本来我要征服这里以后 就去华夏 报上一次的一箭之仇 可是没有想到你居然跟过来了 既然你跟过来了 那就千万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我来这里是来专门找你的 找你来确认一件事情 哦 好吧 在你死之前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答案 西蒙笑了 林家的事情是你做的吧 没错 是我做的 这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西蒙根根笑道 林万军那个老家伙 隐藏得挺深的 这么多年了 我们一直在寻找天际图的下落 刚来这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老家伙有点不对劲 因为他对利益没有痴迷的感觉 这对一个商人来说 太不正常了 所以我一直留意着他 果不其然 他们林家 果然是天际图的守护者 哎呀 可惜啊 现在他死了 天际图还是下落不明 西蒙娇笑道 你知道什么是天际图 叶浩轩盯着西蒙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哈哈 我当然知道了 西蒙哈哈大笑 我的祖上 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就到过华夏 那个时候 华夏的国立远不及现在的墙上 也就是那个时候 他对华夏有了足够的了解 知道华夏远古的传说 也知道天际图的秘密 天际图本来是华夏灵脉聚拢的地方 每一处灵脉都有一个生肖兽来守着 灵脉的位置关系到华夏的国运 而且每过几十年或者几百年 这些生肖兽就会外逃 而十二生肖兽外逃达到了一定的数量 华夏就会出现动荡 当然 如果我们在这些生肖兽沉睡的时候得到他们 那么我们爱尔兰家族就极有可能诞生一批五星级以上的强者 哼 那个时候 我们爱尔兰家族在西方世界里就有绝对的话语权了